一个汉堡五个人分着吃 可汉堡只有四片 前面一人拿走一片 到第五个男人时 汉堡刚好分完 虽然桌子上汉堡源源不断地出现 但第五个人却永远吃不到汉堡 这说明时机很重要 最早出手不一定得到最好的 但最晚出手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看似是一场公平分配 但实际上分配的并不公平 拿到好的人总是拿到好的 拿不到的人永远也拿不到 第二段更离谱 六个人叠罗汉 同时张开嘴巴 但只有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吃到汉堡 同一个动作一直重复 最终上面的人吃成了胖汉 下面的人却饿得骨瘦如柴 这说明高层享受着一切利益 而下层只是他们获取利益的垫脚石 即使你在努力地工作 最终的获利者永远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 第三个片段 一对小情侣正在餐厅约会 女人拿着汉堡看起来娇嚣可人 对汉堡无从下手 但当男人扭头的瞬间 女人便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吞下了整个汉堡 等男人转过头时 女人又变成原来的样子 动作一遍遍地重复着 可男人看到的 始终都是女人温柔可人的一面 这说明眼尖不一定为时 讽刺现实生活中那些表里不一的人 第四个片段 三个男人切汉堡 可无论他们怎么切 汉堡一点都没有少 一直都是原来的样子 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永远有干不完的活 刚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 下一件事情立马就给安排上了 第五个片段 四个人手牵手围着汉堡转圈圈 眼看汉堡就在眼前 但谁也吃不到 就像老板每天给你画的饼 看起来美味可口 可永远都得不到 第六个片段 老人背后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汉堡长出 下面坐着六个张开大嘴 嗷嗷带补的巨婴 等着汉堡自动掉进嘴里 讽刺那些不劳而获 只想着啃老的人群 第七个片段 一个饥饿的女人盯着取餐口 张开大嘴等待汉堡进嘴 看着汉堡掉落 却不愿伸手去取 虽然汉堡一个接着一个地送了出来 可女人却始终试不到汉堡 讽刺生活中那些 只想让机会自己到来 而不愿主动去抓住机会的人 即使机会就在眼前 却不知道把握 但机遇却不等人 只能一次接着一次的错过 即使有一天汉堡换成了薯条 但如果不做出改变 结局还是和前面的一样